雙十連假最後一天 又碰上颱風角局強勁的風雨 讓不少遊客決定趕快回家 但是怕山區出現嚴重災害 公路總局不排除 11號晚間就要封閉蘇花公路 而中橫公路則是從晚間趴點開始 只出不進 要到10點實施雙向封閉 11號雙十連假的最後一天 台九線上擠滿要北上的車潮 就怕颱風角局回不了家 讓不少出遊民眾 只好趕緊更改計畫 對 提前 你們提前回去了 對 會擔心路角頭路上嗎 對 因為大家好像都擔心會封路 對 就直接開回去了 就直接 本來是會更晚一點回去 現在提早回上 對 就直接回去了 隨著雨勢越來越大 接近中午時間 車輛也越來越多 已經塞到崇德管制站 就怕接連不斷的風雨 讓山區出現嚴重災害 公路總局也不排除 從11號晚間開始封閉蘇花路廊 而中橫公路則是從晚間8點開始 指出不進 到晚間10點起 實施雙向封閉 記者 徐立青 新成像報導 各政府在無法達 稍後